那么这所说的五次呢 实际上只有两次是富邦邀验的 亲上火线富邦验只吃两次 马总统当年在市议会被执询 可没这么斩钉截铁 没这么多次却说不出到底有几次 民进党拿出92年台北市议会执询记录 当时市议员费洪泰执询 到底出入几次富邦招待所 马市长说印象中有三次 白纸黑字跟现在两次的说法都不拢 绿营还抓马总统富邦邀验的语病 觉得是模糊焦点 绝对他说是高盛邀约 高盛是接受市政委托 跟接受富邦委托 去评估这个合并案 他是利害关系 怎么可以让他请客吃饭呢 奇怪高盛哪里不找 就找富邦招待所 检验马总统说法 富邦邀验只有两次 但另外三次分别是由郭台强 林百里跟高盛集团做东的餐会 林百里是台北富邦董事 高盛更是台北富邦合并案的顾问公司 绿营痛批 东道主就算不是富邦 也难脱跟富邦瓜田里下 民进党也翻出北营内部文件对质 明明北营跟富邦合并契约 期许日是民国93年9月8号 对照下来 马总统不管是91年9月 或者92年8月的富邦验 明显都是在合并契约生肖前 这个整个的合并案正在进行 就好像包商还在做工程的时候 我们市政府的监工人员 就去跟包商吃饭 请问你这个有没有挂点理想 不要企图用乌贼的战法 说派两家乌餐 噴黑墨 反正只要噴出去 就好像自己就不黑了 绿营炮火猛攻 马总统由副手吴敦毅担任反击手 是乌贼战还是确有弊端 副邦案真相有待厘清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